我们就来到第四个ACTION 先通通一下LOW製造 好了 这次ACTION就是ACTION4 刚刚我们试过做了一些变化 胸仔运用动作来动动 今次我想大家学义一件新的事情 就是我如何令到角色里面有造型的变化 即是說它那個角色本身的圖片是有點變化的 也都可以做到類似動作的效果 那我現在先選了小猴子 加入了 讓我接收到Action 4 接著我們就可以按造型的書籤 咦? 在造型這個書籤裏面 我們會看到那個款圖編輯器 但旁邊呢? 很可愛 原來本身有三隻猴子在這裏 我這裏都不知道 原來它裏面有三個圖片 已經加入了給猴子使用 而那三個圖片有三種動作 有一個就是向下方 有一個就是向上方 有一個就是好像很煩惱 在想什麼 又沒有在旁邊 而且這三個圖片是有點不同的 最第一個叫做Monkey 2 Hyper A 接著第二個叫做Hyper B 第三個就是向下方C 好了 那我就想試一下令到它們有些表情變化 在講的時候 那我正在回答貓仔的問題 你想想什麼 那它一定是有點苦惱的樣子 所以似乎用這個C 這個圖片也挺對的 接著它就開始講 講完之後最後都講完 那它就會放回前面 那就是說我們不如試一下 將它那個順序調轉 C V A 這樣就代到波面 做一個動畫 那我們就記住這三個圖片 CV A的順序 然後我們就放回前面色的部分 這次我們要它動 但是動畫的時候是一個動畫的動畫 就是由外觀來設計的 我們在外觀裏面拿第七個指令出來 接換造型到馬洞仔C 不過因為這次我們有三個造型 要先套交替來補貨 所以要拿三個出來 摸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選擇它們的Juiceo的名稱 逐個逐個去編成 選擇一些對的名字 第一個是C 第二個是B 第三個是A 好了 完成了這個程式之後 理論上 當我去點擊Action4的程式執行的時候 馬洞仔應該是會有動畫的 但是為什麼有是有的呢 這次大家知道為什麼 看不到這個原因 原來也是因為它的變化太快 看不及 所以解決方法也是相同的 我們在每一個造型的變化之間 加入等待一秒 好像巨毛畫一樣 虧了夠肉 你的變化很快 再執行一次 看看變化是否可以做到的效果 這樣 對 它真的可以順序地先來虎肉的樣子 接著開始在想話說 然後說完這隻手就趴開 然後向前 做到了 這個場景 馬洞仔給他回應的時候 他應該會回答這隻馬洞的問題 就是這樣 我們就要去想 究竟是馬洞仔做完整個動作之後 才去說呢 還是有沒有其他的辦法 令到他同時發生呢 你們覺得哪一種效果會更好呢 通常我們都會 一直有動畫的時候 角色會不會啞著 所以他應該是同時會有對話 好了 所以我們這次又會有一個新的變化 我們是加多一個Action Floor在旁邊 好了 加多一個Action Floor在旁邊做些什麼呢 現在有一個Action Floor是造型 加多一個Action Floor 就是他說話的 好 好啦 先拉一個雪 兩秒出來 然後呢 你就可以自己去打 你覺得馬洞仔應該怎樣回應 走回這個例子 我就會說 I want to learn scratch Let me go 好 剛才我們去測試 程式的執行的時候 我們用過兩種方法 一種方法就是直接去點擊那個程式去執行 那個程式的內容 另一個就是按六起 令到它從頭到尾這樣執行 這次就學到一種新方法 這個新方法就是假版導演 我們就假版導演去按Action Floor 為什麼我會這樣做呢 因為這次Action Floor有兩個程式同時運作 我的手無論怎樣快去點擊它們 中間的時間都有差異 我可能同時按兩個程式 所以我們要假版導演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實現 然後拉到最底 找回廣播的等待 我們點擊一下 你就會看到 好 原來直接在這裡可以選擇 剛才Action的並不清 我們就選Action Floor 然後只有1點的時候 它就會以為是真的導演叫 一按 啊 畫樓仔就會有動作的變化 以及會說對話 真的兩個Action Floor的程式是同步的 一組 還有你會發現很神奇的一點 就是為什麼對它的動作和時間 和對話的時間好像同步 這個真的是這麼巧 因為你看到在前式裡面 Action Floor 切換造型那裡 剛剛是相隔兩秒 而對話也是兩秒 當你自己的設計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複雜 例如對話會比較多 又或者動作也會有更多動畫的變化 那你就可以了 看看你自己想要的效果 究竟是否那個時間是完全不同的 還是怎樣呢 那你就可以分別在講對話的秒數 和在照準的秒數那裡 自己去計一計 然後將它做回理想要的效果 這個方法是很簡單的